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才能够获得解脱 所以往生到净土并不代表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解脱 因为往生到净土的反复也是有的 那这些反复同样他心绪中的烦恼还是没有断尽 所以他也是没有办法获得解脱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待业往生之后是否还会堕落 那就是我们在讲说待业往生之后是否还会堕落呢 就是以净土来说呢 就是他是往生呢 就是往生的时候会比较困难 就是我们要往生到净土呢 可能会比较困难 但是往生到净土之后呢 他就不会再堕落了 因为往生到净土之后呢 你所处的这个环境呢 外环境呢 他就是唯有设施学法的环境 他的外源基本是已经圆满 所以在净土 就是我们讲说往生到净土的这些友情呢 他不会出现我们一般所讲的放逸 或者说懈怠的这种行为是不可能出现的 所以待业往生的这些友情之后呢 他基本到净土之后呢 他是不可能再堕落而去的 他就是待在净土 那第三个呢 就是往生净土之后在修行的目标 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那到净土之后呢 就是我们讲说凡夫呢 也是可以往生到净土 那同样呢 到净土之后 因为他有很好的修学佛法的环境 那自然而然 他就会朝着就是解脱的目标 或说为了获得一切变质呢 他要断除就是烦恼上 还有所滞涨 为了承佛呢 去努力 所以目标呢 就是为了就是断除烦恼 或是为了断除所滞涨的承佛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上次堂课呢 我们讲到说兜率贴呢 是在御界六天里面 那请问一下 葛事长 都帅内院呢 是不是也是在三界之中 那这里边呢 就我们上次有讲到呢 就是都帅 预界六天里面 从一开始的四天往天 三十三天 然后夜魔天 然后到都帅天 那这些呢 是属于预界六天的范围 那预界六天呢 它是属于在轮回里面 但是我们这边所讲的都帅内院呢 也就是 意喜源 就是欢喜源 意就是心意的意 内心会充满欢喜的这个原理 意喜源呢 它是 在都帅天里面 它比较像是一个 就是独立出来的花园 那我们会讲说都帅内院呢 也就是这个意喜源呢 它是净土 它并不属于轮回的范围 因为意喜源呢 它基本就是属于 米勒菩萨不共的这个净土 所以都帅内院呢 它并没有归类在三界之中 也没有归类在轮回里面 那这边呢 就是请问格西拉 就是 我们之前呢 就是讲到说 就是天人的苦的时候呢 讲到说这些 福报大的这些天人呢 他可能会就是欺负 就是福报小的这些天人 或把他们赶出 他们的这些宫中 那想请问一下 就是 世尊呢 不是到三十三天去修法吗 那去讲法吗 那为什么这些天人 就是听了世尊 就是传法之后呢 为什么 依着世尊的教诫呢 然后去伤害这些 就是福报小的这些天人 那格西拉就回复到呢 就是 世尊呢 会到三十三天说法呢 最主要是因为说 世尊的生母呢 就是摩耶夫人 往生之后呢 就是到三十三天 就是到道理天 所以世尊呢 回到三十三天呢 去为 道理天的这些天人呢 讲述佛法 那为什么说这些天人 就是听了之后呢 就是没有办法依教去行持呢 那其实可以看说 就是导师释迦世尊呢 他在两千多年前呢 就是投身到张布州 然后也是投身到 我们现在的印度 然后呢 也是传了很多的法 那虽然说 世尊在那个时候呢 讲了很多的法 但是真的能够 依教奉行的人呢 其实也不多 我们看我们人类就知道 所以同样的呢 天界的那些天人呢 那他们有一些 可能会过去就是 对于法呢 比较没有这种听闻的习气 所以没有留下这种 文法习气的缘故呢 所以他们同样呢 对于说世尊讲了法之后呢 他们也就是 也可能就像我们在 神世界一样 就是没有办法 如是的行持 那这些其实看我们 人道呢就知道 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的回答 那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 可是啊 就像是以上界天来说 就是像色界 还有无色界的这些天人呢 就是他们是否会继续的 修持佛法 因为就是说他们有神通 那他们可能会知道说 他们的前世呢 就是因为修法之后 然后才投身到天界的 那他们有没有可能呢 就是因此继续修法 那隔下来的回复是说呢 就是以上界天来说的话 就是我们不讲欲界天 以上界天来说的话呢 就是色界还有无色界的友情呢 虽然说无色界的友情呢 就是也有就是圣者 那这些圣者 则是小秤的圣者 就是色界 色界跟无色界呢 是有小秤的这些圣者的存在 但是呢 这些圣者呢 他们当然是可以继续的去修持佛法 但是呢 以凡夫来说的话呢 就是以色无色界的凡夫来说的话呢 会比较困难 因为以色无色界的凡夫来说呢 他基本投身到上界天 就是色无色界之后呢 那基本就是 进入于就是上界天的这种禅令的状况 所以内心完全就是沉浸在这种 定中所生的这种喜乐之外呢 他没有办法去修持佛法 所以以凡夫来说呢 比较困难 如果以百分比来说的话呢 可能说百分之九十九的凡夫呢 就是上界天色界跟无色界的凡夫呢 大概都没有办法去求法 除了说极少数的这种 就是前世对于修法习气 极为强盛的这些凡夫呢 有可能就是修法之外呢 那应该大部分的凡夫是没有办法的 那当然以圣者来说呢 因为圣者他本身的这种 修法的这种习气 本身就比较强 所以圣者当然是可以 但是以凡夫来说的话呢 应该是比较困难的 那第三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可是啦 就是对于说 修安受苦忍这件事情 对我们真的会有帮助吗 就是当我们遇到痛苦的时候呢 我们要去忍受的这一点 对我们真的会有帮助吗 那以一般来说呢 我们会遇到的痛苦 像是说生病的时候 感受到的这种病苦 或者说呢 做生意失败的痛苦 或者说呢 家庭不合的这种痛苦 那我们遇到苦的时候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就是可以先去寻找 就是有没有方法呢 能够去除这些痛苦 但是找寻之后呢 发现这些痛苦 没有办法去除的时候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思维到说 这些苦呢 它对我们有什么样的帮助 那我们在思维这些苦 对我们有什么样帮助的时候呢 我们不要就是专注在 就是痛苦的本身 就觉得说 哦我生病很痛苦 或者说 我为什么就是经商会失败 然后赔了这么多钱 很痛苦 就是不要只专注在痛苦的本身 不要只去想这个苦 而最主要去思维到说 为什么我会感到这种痛苦呢 我会感到苦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呢 会感到苦最主要的原因呢 就是因为我过去造了这些恶业的缘故 所以当我们从这样去思维的时候呢 我们现在所感受到的苦呢 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劝发于善的 劝发向善的 因为我现在会有苦的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过去造了恶业的缘故 因为过去造了恶业呢 所以我现在才会感到痛苦 如果我将来不想像现在一样呢 再感到这些痛苦的话呢 那我现在就要好好的呢 去断乐修缮 所以透有这样子的思维呢 可以帮助我们呢 让我们的心趋向于善 而且往往呢 我们很多的痛苦呢 都是因为非礼作义呢 所造成的 就是各种各式各样的就是不如理的这种作义 然后呢去想说别人是怎样伤害我 或是等等的 透有这种非礼的这种作义呢 然后造成了现在的这种痛苦 所以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去思维到说 为什么呢我现在会有这些苦 然后知道说它是苦因 它是痛苦的原因 痛苦原因是因为什么造成的 过去的恶业和烦恼所造成的 所以它可是可以帮助我们呢 让我们的心趋向于善 而且我们可以想说 因为过去是呢 我造的这些恶业 那现在赶果的缘故 那过去是所造的恶业 那自然而然呢就清除掉 所以透有这些方式去思维的时候呢 那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到我们的 那最后一个问题呢 就是想请问格斯坦呢 就是涅槃呢 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有些经论里面呢 讲到说涅槃呢 是究竟的所剩 那有些呢就讲到说 涅槃呢 是我们所要舍离的 所要断除的 那到底涅槃呢 是什么意思 那这边呢 就是回复到说呢 就是一般呢 涅槃呢 就是有分为很多种 但是我们以 总的来说的话呢 涅槃它就可以分为 大乘的涅槃 还有小乘的涅槃 那大乘的涅槃呢 我们讲的就是五柱涅槃 那五柱涅槃呢 也就是佛国位的意思 那小乘的涅槃呢 它对于大乘 对于它是相较于 大乘来说呢 是所要舍离的 但是并不是说 小乘的涅槃是要舍离的 它是相较于大乘来说呢 是要舍离的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只 追求小乘的涅槃的话呢 那就没有办法 获得大乘的这个五柱涅槃 没有办法获得佛国位 所以以大乘来说呢 它是属于要舍离的 但是并不是说呢 小乘的涅槃 它本身是要舍离的 因为小乘的涅槃呢 它本身也是小乘的所证 就是当我们获得 小乘的涅槃的时候呢 自然而然呢 就能够获得解脱 那涅槃呢 就是我们以白花一点的方式来讲的话呢 它就是远离 远离痛苦 远离苦呢 这个叫做涅槃 那这里远离的这个苦 指的是什么呢 这边的苦呢 就是分为两个 就是苦呢 它分为烦恼杖 还有索之杖这两者 那以小乘的涅槃来说的话呢 它就是远离了烦恼杖 它断除了烦恼杖呢 所获得的这个所断呢 就是我们这边所讲的 小乘的涅槃 那也是一般讲的 解脱的这个果位 那以大乘的涅槃来说呢 就是大乘它所远离的苦呢 讲的呢 就是烦恼杖跟索之杖 二者都能够断除 断除了烦恼杖跟索之杖 二者之后呢 所获得的涅槃 就是大乘的佛果位 那沙恩堂课呢 就是我们讲到说 共宗世道呢 它分为是明求解脱之心 那以及呢 还有抉择能去解脱道性 那在讲述到明求解脱之心的时候呢 我们又讲述到说 要身为 思维生死总苦 以及说思维别苦 那思维生死总苦呢 我们讲到说六苦的部分 那思维别苦呢 就讲述到说六道的这种痛苦 那三恶俱苦呢 是在共沙世道的时候呢 已经讲述完毕 那所以呢 我们是讲述了人苦 然后呢 天苦 还有说非天的这些痛苦 那总之呢 就是当我们获得了这个 无曲韵的这个生的时候呢 那只要一获得了这个曲韵生的时候呢 那它自然呢 就成了就是众苦的所依 它不但能成为众苦的所依呢 那同样的呢 它也是呢 就是为将来呢 能够成为众苦的所依 现在已经是众苦的所依 而且它会成为未来呢 众苦的这些所依 那除此之外呢 它也是苦苦 还有坏苦的这种所依 那不仅如此呢 我们知道说凡事呢 我们只要获得这个 轮回的群生之后呢 那它本身呢 它的体性呢 就是痛苦的 那一切所有的行为呢 也是伴随着痛苦 那所有做任何事呢 也是为苦而转 就是一切呢 都是为夜和烦恼呢 就是为这些烦恼自在而转 所以呢 当只要生起了 我们只要有这个生死的 这个取韵生的时候呢 就无论何时呢 必定呢 会有苦的这种产生 那所以当我们获得 取韵生的时候呢 无论是三界里面呢 最高算是有景天 乃至到最下的地狱呢 我们只要获得这个 取韵生的时候呢 就是唯有苦的体性之外呢 并没有真正的安乐 所以透游这个呢 在在的去思维之后呢 然后思维到三界呢 如同火山一般 而生起一个真实 想要处理的心 那在为生起这样 真实的处理心之前呢 那我们都要在在的去修持 去思维这些苦 那我们呢 这边就讲述到说 就是在讲述 共宗宗室道的时候呢 就讲到说 民求解脱之心 那也说 觉着能去解脱道性 那再讲到说 就是我们在思维苦的时候呢 那可以 就是我们想要 希求解脱的这种心呢 生起希求解脱心的时候呢 那可以分为两种 那希求解脱心呢 就比如说像是 走宗室道的这种 就是他希求的呢 是声纹的果位 或者说像是原觉 原觉的果位 那思维 透游 透游声纹呢 希求声纹果位的人呢 他去思维就是如何获得 如何获得这个解脱道的时候呢 那他可以透游就是 由苦极门中呢 去做思维 就是透游四地的苦地 跟极地呢 方式呢 去做思维 那以 原觉来说的话呢 或是我们讲说的 独觉或是必知佛 那他们呢 是透游十二元起呢 来做思维的 那以我们现在所讲述的 这个科判呢 就是透游思维苦地的 这个生死过患 就是由苦极门中呢 思维里面 那由苦极门中去做思维的时候呢 我们前述讲的思维 痛苦这些呢 都是属于 声纹的这种思维的方式 就是思维从苦地呢 就是从苦的这边呢 去思维就是生死的过患 那从苦地思维了 生死的过患之后呢 那我们在了解说 苦呢 是这个样子 那苦他具备了 这么多的过患之后呢 那生起一个想要 离开的心 想要解脱的心 想要从这个苦里面 脱离出来的这种处理性 那该如何的处理呢 那这个时候就要去寻找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痛苦 这个苦的因呢 到底是什么 如果这个痛苦的因呢 它是没有因的话 或者说它的因呢 是长的话 就是长和无常里面的长法的话呢 那如果说没有因的话 那我们再讲说 好痛苦好痛苦 那就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因为它是无因而生的嘛 既然没有任何一个方式可以产生 它本身就在那里的话 那我们说很痛苦之外呢 是没有一个解脱的办法 那同样的呢 如果说 我们把这些痛苦呢 说它的因呢 是长法的话呢 那同样 如果说它是无因生 或者说长因而生呢 这两者都是有各种理由上的过失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了解到说 轮回呢 痛苦呢 它是有它的因 那它的因是什么呢 它的因就是 我们这里所讲的极地 那讲述到极地的时候呢 又分为两种 那就是夜极地呢 还有烦恼极地 所以呢 接下来呢 我们要讲述的呢 就是夜和烦恼的道理 那这边呢 我们就先看回安乐道论 那安乐道论呢 就是我们上次讲到 思维轮回别苦的时候呢 就是还有一些 没有就是念完的部分 那上一谈 就是之前呢 我们讲到说 思维轮回别苦的时候呢 那讲到说 就是分为 就是人的痛苦 非天的痛苦 以及天界的痛苦 那天界的痛苦呢 又讲到说就是 欲界天 以及上界天的这些痛苦 那讲完之后呢 那最后呢 就做一个收摄 那所以呢 我们看到 第十五页的最后一段 要而言之呢 此进取运生 不但能作为 今世 生老病死等的 所医 然后他也能够导出 就是苦苦 还有坏苦 这两种痛苦 而且呢 仅仅是 获得取运生呢 他也是成为 就是货业 就是烦恼 以及业呢 所自在的这种 行运的这种体性 就是辛苦的体性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获得解脱 就是从这个进取运生 进取运的体性的 这个轮回呢 我们要获得解脱 而成就就是上师 还有佛的果位 那 要获得如是的 要获得如是的行持呢 就要齐寝 就是上师佛的加持 那以齐寝库呢 就是从顶门 就是上师佛的身上呢 就是降下了五色甘露 然后降诸道 是他一切有情的身心 降无始以来 所积极的一切罪上 特别是 正德 正德就是 将此取运生呢 取运生为体性 轮回呢 能够获得解脱的这个 上师佛果位的这种障碍呢 那无论上是罪障 疾病 还有非人等等的这些障碍呢 都能够进除 那身体呢 变为就是沉浸光明的体性 那所有受命福德呢 一切功德都能够不断增长 那特别是 自他心绪呢 都能够生起 就是获得 解脱之群 身为体性的轮回的身 然后获得上师佛果位的这种 特别的这个 所证的这种正功德呢 那希望说能够获得 如是的加持 那如同上面一样 就是 当我们做完正行的时候呢 那也都要做 都要对上师佛呢 做提醒 那讲完了 情形跟正行之后呢 那最后呢 就是结形 那结形呢 就如同上面所说 最后 就是结形呢 如何行之之理呢 如前就是要好好的呢 继续做法院回向 那接下来呢 就讲到第二个科判 就是做监修的时候呢 该如何修持 那做监修的时候呢 应该去阅读 就是阐述 产述完全是苦的体性的 佛经论书等等 如前 就是做监修呢 也是如同一样 就是我们不要浪费自己 这些时间 而是去阅读呢 世尊所讲述的这些经论 以及这些经典呢 为他所解释的这些论著呢 我们可以多去阅读 那接下来呢 就是进入第二个科判 那也就是呢 就是决择去解脱道性 那同样的呢 就是决择去解脱道性呢 那他又分为两个科判 就是呢 在座上修的时候呢 该如何行持之理 那第二个呢 就是坐监修时呢 该如何行持之理 那同样呢 在座上修时 该如何行持之理呢 又分为就是前行正行 还有接行 那一开始呢 在讲述说前行呢 也是加行的时候呢 就从一开始 我们就前面讲到说 国益总及上师天 中天呢 然后男人金刚持佛 前期请呢 那到这里以上呢 都是跟之前呢 所讲述的一样 就是我们说丁绝其请 那丁绝其请之后呢 就讲到说 就是做完丁绝其请之后呢 讲到说 而后我一切如无有情呢 从轮回 无始生始轮回以来呢 那长期受到各种猛烈的痛苦 那为什么会受到这种 各种猛烈的痛苦呢 是因为我们的心绪呢 我和一切友情的心绪呢 没有升起一个 就是希求解脱的心 那因为没有升起希求解脱的心呢 自然而然呢 就不会升起了一个 去修学三学的这种过失 那因为没有去修学三学 那自然而然呢 就有了这种各种的痛苦 所以而今呢 用我一切如母友情呢 都能够升起就是希求解脱的心 进了如理的去修学三学 然后祈求上师佛的加持 那以其请护 从顶纹的上师佛呢 就是降下无常的关路 然后呢 降助到至他一切友情的身心 把无始以来 我们所及的一切罪障 那特别呢 是升起希求解脱的心 然后呢 进了学习三学的障碍 疾病 还有非人等等障碍呢 都能够净除 那我们的身体呢 变为沉浸光明的体性 那所有寿命福德呢 一切功德都能够增长 特别是至他有情的心绪呢 都能够升起希求解脱的心 然后呢 进了如理修学三学的这种 正德呢 能够升起 那就是做完定觉提醒之后呢 那同样呢 就是去思维 就是静置甘露 那之后呢 才会进入到振兴 那再讲述到 抉择 就是去解脱 道性的时候呢 那我们第一个呢 会讲述到 就是说 透由思维极地呢 轮回流转的次地 就是一开始 讲完苦之后呢 那讲完苦之后 讲完说苦的因呢 是极地 那也是因为极地的缘故呢 是我们会不断的呢 在生死里面流转 那再讲说 为什么极地呢 还会让我们在生死里面流转呢 那这边呢 就讲到说 我们之前就讲到说 极地呢 氛围就是业和烦恼 所以第一个呢 就讲述到 第一个科判呢 就讲述到说 烦恼发生的原因 烦恼发生之力 那第二个呢 有了烦恼之后呢 这个烦恼呢 它是如何去造业的呢 所以就讲到说 比极业之力 就是有了烦恼之后呢 它是如何去累积 去造极这个业的呢 所以讲到说 比极业之力 那以及第三个呢 就是死磨及洁生道理 那由烦恼烦恼 死后呢 是如何的 死以及投生的这个道理 那透由这三个科判呢 然后来介绍就是 由极地门 视为流转生死的死地 那这边呢 就讲述到说 我们为什么会在 轮回里面流转呢 那就讲到说 虽然说在轮回里面流转呢 我们讲到说 是需要业和烦恼 这两者的 但是呢 这两者呢 是以烦恼呢 为根本 同样呢 业的根本呢 也是烦恼 为什么会讲到说 虽然说 有业和烦恼 这两者 但是以烦恼为根本呢 因为从一开始呢 我们最初呢 在造业的时候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说 有烦恼的缘故 我们最初呢 因为无名 无名它本身是烦恼 因为无名的缘故呢 而造业 那造业之后呢 又是透由 爱和曲去滋润 所以呢 去滋润的爱曲 两者呢 它也是烦恼 所以呢 无论说一开始呢 让我们去造业 动机的这个无名呢 它本身是烦恼之外呢 我们造下 透由烦恼 所造下的这个业 那 这个业呢 它要隐身的时候呢 又要透由爱曲呢 去滋润它 那同样的呢 爱跟曲两者呢 也是烦恼 所以呢 才会想到说呢 虽然说呢 我们会承办生死的因里面呢 承办轮回的因里面呢 虽然说一和烦恼都有 但是呢 最主要呢 还是以烦恼呢 为主 所以呢 当我们了解到说呢 就是一切呢 痛苦的根源呢 都是来自于烦恼的时候呢 但是 我们虽然说 知道是由烦恼而生 但是烦恼呢 它并不像说 我们手上呢 被那些荆棘 或是那些小针小吃 刺到的时候呢 把它直接拿出来呢 就没有 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而是一开始呢 我们要先去了解到说呢 我们痛苦的因呢 是烦恼 那知道烦恼之后呢 要去对峙烦恼之后 会知道说 对峙了烦恼之后呢 由烦恼所生的这个曲韵生 还有轮回呢 它才能够消失缘故 才能够消灭缘故 所以一开始呢 我们要讲到烦恼的时候呢 我们要先 正视 就是去认识烦恼 所以 这边呢 又讲到说 又分为四个科判 就是 第一个呢 我们讲述到说 烦恼发生道理的时候呢 这边呢 又分为四个科判 就是 烦恼它是如何发生的呢 那第一个 你要先认明 就是什么叫做烦恼 所以第一个呢 是证明烦恼 那第二个呢 就是烦恼 它是如何升起的呢 所以讲说 烦恼如何升起的次第 那第三个烦恼的因呢 是什么 所以讲说烦恼之因 以及第四个呢 烦恼的过患 那第一个呢 在证明烦恼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要先了解到 烦恼是什么呢 就是烦恼呢 就是有讲到说 当我们升起烦恼的时候呢 内心呢 就会升起 就是极不尽向 就是内心呢 会变得非常的 不平静 那 那烦恼呢 它在心王和心所 二者呢 它是属于心所 所以第一个呢 我们可以知道 所谓的烦恼呢 就是它的体性呢 是心王和心所之中的心所 那第二个呢 升起烦恼之后呢 就会让我们的心呢 产生不平静 那为什么呢 说到呢 就是升起烦恼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的心呢 极不平静呢 那第一个呢 就讲到说 就是当升起烦恼的时候呢 那我们心遇到 五妙遇的时候 就是讲到说 摄身相畏处等 五妙遇的时候呢 以五妙遇为菌的时候呢 那心呢 自然而然呢 就会散乱 那因为散乱的缘故呢 就让心呢 不平静 那同样的呢 就是当我们遇到 月异静的时候呢 那心呢 就会单做于 月异静 那同样的呢 当我们遇到就是 不月异静的时候呢 内心呢 就会发生这种 出蒙的这种称心 那同样的呢 也因为对于这一种 可爱静的时候呢 那会让我们的心呢 放异 那或者说呢 遇到静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的心呢 感到散乱 或者说呢 遇到静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的心呢 就是颠倒的支持 所以呢 凡是让我们的心呢 颠倒的支持 或者说让我们的心放异 让我们的心散乱 然后呢 让我们的心呢 生起单做的种种呢 那这个呢 就是讲到说 烦恼呢 让我们的心不及静的 这些原因 那总的收摄来说呢 就是当生起烦恼的时候呢 为什么会让我们的心不及静呢 那就是 他呢 生起烦恼的时候呢 会让我们的心呢 就是不去入于正道 那同样呢 反过来说呢 他会不由自主的呢 去入这种颠倒的邪道 那这边呢 我们就讲到说呢 烦恼呢 他的体性呢 是属于心所 那如果说再去细分的话呢 就是 这烦恼的心所呢 可以分为 就是六种根本烦恼的心所呢 以及二十种随烦恼 所以就是六根本烦恼 还有二十随烦恼 那六根本烦恼呢 就是我们所讲到的 就是贪 称 慢 无名 疑 还有贱 那以贱来说的话 贱就是讲到说贱解 那贱解呢 又可以把它分为五种 所以呢 就是讲到说 五种呢 不是贱解的烦恼 以及呢 五种呢 是贱解的烦恼 所以这边呢 又可以把它分为 就是十种根本的烦恼 那我们主要呢 就是介绍 这十种根本的烦恼 就是五种贱烦恼 以及五种呢 非贱的烦恼 那对于谁烦恼呢 就 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暂时呢 不去多做解释 那第一个呢 我们就先讲述到贱 那什么叫做贱呢 那贱呢 就是 我们讲述到说呢 它所圆的呢 就是可以圆到 内外两种境 那所谓的内呢 则就是我们的运体 那运体呢 我们就要说 可以分为五运呢 或是四运 就是三界呢 所设的这个运体呢 所讲的取运里面呢 要么就是四运 要么就是五运 然后讲四 四种运体 最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说 无色界呢 它没有色运的缘故 所以是只有四种运体 那除了无色界之外呢 预界跟色界呢 都是讲到说 有五种运体 所以内呢 就讲到说 无论说像是四运呢 或是五运 那所以内呢 指的就是运体 那外呢 就讲到说 像我们所讲的这些外境 或者说呢 我们的处所 乃至于说 我们的受用等等呢 这些是属于 外境的部分 所以呢 那所缘呢 就是内外的这种可意境呢 那缘到了这种内外 可以就是这种 寓意境 欢喜的这种境之后呢 那我们的心呢 就会逐渐的去追逐它 然后对它呢 升起了单着 就是贪着的心 那这个单着呢 是不想呢 与这个境分离的这种心 那一个批语来说呢 就比如说我们 我们的布上面呢 就是如果说低到油的话呢 那就难以洗涤 所以同样呢 当我们单着到了 就是贪着到了这些 无论是内的 五蕴的这个境呢 或者说外在的这些 受用等等境的时候呢 然后因为贪着的缘故 我们的心就 我们的所缘呢 就很难与这个境呢 能够分离的缘故呢 所以这种象状呢 称之为是贪 那我们在讲述到呢 就是所谓的贪呢 就是对于说 所有一切就是 有漏的这些事物呢 有漏的这种 悦意的事物呢 然后生起了想要追求的心 生起强烈想要追求的这种心 所以我们会讲到说呢 贪呢 它其实最主要呢 我们障碍解脱 最主要的呢 就是贪的缘故 那贪除了呢 就是障碍解脱之外呢 那它因为贪的缘故呢 它会引申其他的就是 撑心以及痴心等等 而且因为有贪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容易呢 心造下种种的业 那造下种种的业之后呢 去滋润以及增长 我们过去所造的这些一个业呢 也是贪的缘故 所以讲到说 就是轮回的 轮回主要的一个因呢 贪呢 也可以放在里面 那第二个呢 就讲出到称心 那什么是称心呢 那称心呢 就讲到说 对于呢 就是和我呢 就是不相顺的这些友情 就是我所喜爱 就是和我不相顺 不服顺的这些友情呢 我圆到它的时候 或者说呢 当我圆到就是苦苦 就是像病苦等这种苦苦的时候 或者说 当我看到就是 刀杖武器 或者说看到这些荆棘的时候呢 会让我的心呢 生起会脑的这种 也就是 让我生起呢 想要伤害的这种心呢 那这种呢 就称之为是称心 那所以呢 我们在讲述称心的时候呢 就讲到说称心 它对我们的今次呢 它会让我们的 无论像是身 或者是心呢 都会产生不安乐 那这就是对于说 今世的过患 就是无论是生心 都会让我们产生不安乐 那来世呢 它会让我们感到 难以忍受的这种 恶趣的痛苦 而且呢 称心呢 它能够毁坏 就是我们过去呢 所造的这些上根 所以在经典里面呢 就讲到说 众恶末过程 就是说一切的过失里面呢 没有比称了还要来的大的 那第三个呢 我们就讲述到说 或者是慢 那所谓的慢呢 就是它的 它的静音呢 就讲到说 它以撒迦野剑呢 作为它的增上源 就是透由撒迦野剑呢 作为增上源之后呢 那它对于说 内外的种种的这种高下呢 然后让你的心呢 产生高举 那所谓内外的种种呢 就比如说以外来说呢 就像是对于说 像是财富 或者说权力等等 那因为持有这些呢 让你的心呢 产生高举 那或者说呢 源到内在的这种功德 像是自己的种姓 就是我们讲到 述到的 就像是协同 就是你的出身 或者说对于 自己的这种功德 等等呢 然后呢 内心呢 生起这种高举的心 那这种的高举的心呢 就是让自己呢 会产生致满的这种心呢 那这种呢 就是这里呢 所讲的慢 慢心呢 就是会让你的心呢 产生致满 那产生致满之后呢 他会有怎样的作用呢 那就讲到说 他今生呢 会对于说 我们对于像是上师 或者说具有功德的这些人呢 我们自然而然呢 不会对他生起恭敬 那除此之外呢 因为不恭敬的缘故呢 还有慢心的缘故呢 所以自己的功德呢 无法增长 那乃至于说呢 自己要获得的正德呢 都会障碍到这些正德的生起 那以来生来说的话呢 可能因为慢心的缘故呢 会所以会投生到 畜生到呢 或者说变成别人的仆人 仆虫 奴隶等等 那接下来呢 就是讲述到就是无名 那对于无名呢 我们就讲到说 无名就是对于说 像是四帝 还有说像是三宝 还有业果等等呢 就是无法了知的这种 那这个呢 叫做无名 那通常呢 我们在讲述的简单一点的话呢 就比如说 我们在讲述四帝的时候呢 那无法去了解说 四帝呢 到底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或者说完全无法想到说 什么叫做四帝的这种呢 就是最简单的讲述的无名的像状呢 就是这个样子 那虽然说呢 就是无名如果去细分的话呢 就像是我们讲说 像是吴卓兄弟 就是吴卓和士卿 吴卓士卿兄弟呢 那他们所判定的无名呢 还有像是月称论师 法称论师呢 他们所判定的无名呢 是不一样的 那这边呢 就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来解释的话呢 就是讲述到四帝的时候呢 然后觉得说 诶四帝当时在想什么东西 好像就是脑袋一片糊 一片黑的这种呢 就是简单来说呢 这个就叫做无名 那无名的作用是什么呢 无名呢 就讲到说呢 就是罪重 他的罪业呢 非常的重 而且呢 难以断除 就是罪重难断 而且呢 是其他一切烦恼的根本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讲述到 第五个呢 是疑 那所谓的疑呢 就是对于说 像是四帝 还有三宝呢 还有业果呢 然后内心呢 生起说 这个呢 到底是有 还是没有的 这种怀疑 到底是有三宝 还是没有三宝 或者说对于四帝 业果呢 产生有或是没有的 这种疑惑呢 那这个叫做怀疑 那怀疑的作用是什么呢 这种对于 业果的怀疑呢 它会障碍呢 就是我们对于 就是真上身 它会对于我们 生起真上身呢 会有障碍 那对于三宝呢 生起怀疑呢 它会障碍呢 我们生起就是 正德 就是正功德的生起 那对于说四帝呢 产生怀疑呢 它对于我们呢 就是会障碍到解脱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讲完了 就是 根本的五种烦恼 就是贪 撑 慢 无名 还有疑呢 这五种呢 是属于非见解的烦恼 那接下来呢 第六个呢 讲到见解 那见解呢 就是它本身呢 又可以分为五种见解 那这五种见解呢 就是讲到说像是 撒迦野剑 然后呢 编持剑 然后还有 借进取剑 然后呢 还有斜剑 那第一个呢 我们讲述到撒迦野剑 那撒迦野剑呢 也是一般我们所讲述的 坏剧剑 那什么叫做撒迦野剑呢 那撒迦野剑在安利的时候呢 就讲到说 它就是呢 支持了呢 我们的运体 就是支持呢 我的这个取运呢 然后把它支持为呢 就是 非是无常 然后呢 是一的这种 古特切落呢 然后把这种呢 称之为是坏剧剑 那一般呢 我们在讲述坏剑的时候呢 就是其实 可以 事故中意的讲述方式呢 是不一样的 就是应成派的讲法 分为应成派的程序方式 还有像秩序以下的程序方式 那在这里所讲述的呢 就是秩序以下的这种 就是共通于秩序以下的这种 呃 承许的方式 也就是呢 它圆着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运体之后呢 然后把它执为呢 就是 呃 不是常法 呃 不是无常法 就是执它为常一自主的这种 古特切落呢 然后称之为是坏剧剑 那以应成派来说呢 应成派所承许的撒迦野剑呢 它就是执取我和我所呢 然后把它认为是自信成立的 这一把他执为自信成立的 让污秽呢 那这个呢 是属于应成派的 就是撒迦野剑 那撒迦野剑的作用是什么呢 撒迦野剑呢 它是属于一切呢 二剑的根本 那第二个呢 就讲到说是编子剑 那编子剑呢 它的所缘呢 跟撒迦野剑的所缘呢 是一样的 就是呢 它是圆着我之后呢 然后把我呢 原为就是不变的常法 或者说呢 把我原为呢 就是没有来世 就是来世呢 不存在的这一种断编呢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编子剑 就是圆着我呢 然后认为它是常呢 或者说来世不存在的这一种 断的呢 那这种就是编子剑 那编子剑的作用是什么呢 编子剑的作用呢 就讲到说就是 它因为呢 是相顺于就是长断二边 所以不服顺于中道 所以它会让我们呢 不停的呢 在轮回里面不断的流转 那这个呢 就是属于编子剑的作用 那接下来第三个呢 就是剑取剑 那什么叫做剑取剑呢 剑取剑呢 它就是将就是 刚所讲述到的呢 就是撒撒野剑 还有编子剑呢 还有斜剑呢 就是把它职位呢 就是最殊胜的这种剑解的呢 那称之为叫做剑取剑 那不过呢 剑取剑呢 它的所缘呢 不一定要是剑解 就是不一定要是 不一定要是 撒家野剑 或者说编子剑 或是斜剑三者 就是心绪之中呢 具备着 坏剑 斜剑 还有编子剑的这种 普特切罗呢 然后 支持这些普特切罗 视为最殊胜的这种 这种染污秽呢 那这个呢 也可以称之为是剑取剑 那这边呢 就讲到说 为什么呢 就是支持到心绪中 具备二剑友情的 这个孕体呢 将它 值为殊胜呢 也可以称之为叫做 剑取剑呢 那我们刚刚就讲到呢 就是剑取剑呢 就是心绪之中 具备二剑 就是把二剑呢 就是刚刚所讲到的 就是 撒家野剑 编子剑 还有斜剑 这三者二剑呢 把这些二剑呢 支持为正剑 然后把这个二剑 支持为正剑友情的 心绪之中呢 那这种 具备这样子的友情呢 那我看到它的时候呢 就是见到它的运体的时候呢 觉得说 啊 具备这样子 就是把二剑 直为正剑的这个友情呢 它实在是非常殊胜 然后把它 直为最盛的这一种 这一种 就是 染污汇呢 那这个呢 就是也可以把它 称之为是撒家野 就比如说 看到一些外道的导石 它持的是二剑 然后觉得说 哦 这个导石很殊胜的这一种呢 那这个呢 也可以算是 剑取剑 那剑取剑的作用呢 它就是会增长呢 就是我们 二剑的这一种无名 对于二剑的无名呢 会不断的增长 那这个呢 是属于剑取剑的作用 那接下来呢 第四个呢 讲到说 借进取 那算说呢 是讲到借进取 但是借进取呢 它其实又分为呢 就是 借取剑 还有进取剑 这两者 那借取剑呢 指的就是 把一些呢 就是 不是好的这一种 戒律呢 然后把它视为就是 好的戒律的这一种呢 那就是属于就是戒进取 就是圆一些不可 就是一些坏戒呢 把一些不好的戒型呢 然后认为是好的戒型的这一种呢 这一种叫做戒取剑 那进取剑呢 就是比如说 就像是 以前印度有些外道呢 它可能就是会 就是说 就是你要单脚站立 就是一生呢 都用单脚站立的这一种 或者说呢 就是它认为说呢 就是行很多这种 无意的苦行呢 那行这些苦行呢 它可以帮助我们 禁除罪障的这一种呢 那这一部分呢 都是属于进取剑 所以分为就是 戒取剑和进取剑 那就是如果行 就是戒进取剑的话呢 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就是 当我们行戒进取剑的时候呢 就是 它没有办法帮助我们 获得解脱 以及一切骗制 就相关到他们呢 虽然说他们也是 希望获得解脱的 但是因为用错方法的缘故呢 所以他们是没有办法 获得解脱 就像是呢 你想要奶油 但是你去挤沙子一样 你沙子挤的再多呢 都不会跑出奶油一样 所以就讲说 做戒进取剑呢 就是所行呢 那都会产生 就是没有意义的这种果报 就是 没有公用的这种果报 那最后一个呢 就是讲述到鞋戒 那鞋戒呢 就是一般我们讲述到 就是觉得四地三宝 还有业果呢 不存在的这种 那对于说 四地三宝业果呢 不存在的这种鞋戒呢 我们称它呢 就是损减的鞋戒 那另外一者呢 就是觉得呢 就是世界呢 都是由 就像是大智在天所创造 或者说呢 就是外道呢 他们所承许的这种 神我呢 所创造的这种呢 那这种呢 是属于就是 争议的鞋戒 所以鞋戒呢 可以分为 损减的鞋戒 以及争议的鞋戒 那无论说呢 哪一种鞋戒的作用呢 它都会断除我们的善根 而且呢 它的作用也会就是 让我们呢 就是舍善 然后去取恶 那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讲述到了 就是六种根本烦恼 那就是一般呢 我们在讲述 五十一新锁的时候呢 是讲到说 六根本烦恼 以及二十种水烦恼 但是就像刚刚所讲的 就是六根本烦恼里面呢 就是见烦恼呢 又可以再分为五种 所以呢 我们可以讲述到说 像是六根本烦恼呢 或是说十根本烦恼呢 都可以 那分为十根本烦恼的时候呢 就是五种见烦恼 和五种非见解的烦恼 那对于说二十种烦恼呢 就是这边呢 我们就不多做解释 那因为呢 就是在安乐道论里面呢 他并没有提到这 特别提到这二十种烦恼的缘故 不过说 如果大家对这二十种烦恼 就是有疑惑的话呢 那大家也可以提出来 那接下来呢 第二个呢 就讲到说就是烦恼呢 他如何升起的次第 那对于说烦恼如何升起的次第呢 那对于就是乌卓兄弟 就是乌卓和世青 他们两位的成许呢 和越称菩萨 还有法称菩萨 他们两位成许的呢 是不一样那以乌卓兄弟成许的方式来说的话呢 他们就讲说 比如说就是在 黄昏或是天快要黑的时候呢 就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的缘故 那因为看不清楚的缘故呢 所以地上呢 有一条绳子呢 但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的时候呢 我们把他直持呢 就是觉得这个绳子呢 是蛇的这种了知 那就是说呢 因为呢 我们对于就是 无名的缘故呢 所以我们不清楚我们的运体 不了解 对于我们自己的运体 不了解的缘故呢 所以因为无名的缘故呢 所以把这个运体呢 直持为我 然后因为把这个运体直为我的缘故呢 由此而升起的就是贪嗔等等呢 贪嗔漫妮种种的这种烦恼 那这种成许的方式呢 是吴卓兄弟呢 所成许的 就是烦恼所升起的次第 那所以呢 以上呢 是吴卓兄弟所成许的呢 他们成许就是 无名和撒家野界呢 是不一样的 因为有了无名之后呢 然后才会升起这种 颠倒的直持的撒家野界 所以无名和撒家野界呢 是不同的 那法称论师呢 还有越生论师的成许呢 又跟吴卓兄弟所成许的不一样 那法称论师和越生论师 他们所成许的呢 他们成许说 撒家野界呢 是一切烦恼的根本 就成许无名呢 和撒家野界呢 是一样的 因为无名和撒家野界呢 他都是一切烦恼根本的缘故 那这种一切烦恼根本的 撒家野界呢 是怎么样的呢 就比如说 当我们在众人之中的时候呢 那我没有偷东西 那别人呢 就是诬赖我偷东西的时候呢 那这时候我内心呢 自然而然就会生起一个 我没有偷东西 为什么你们要 无赖我有偷的 这个这个时候生起的 这个我呢 就会有一种很强烈的一个 好像完全不需要 意开他人 就是一个很独立的我呢 自然而然就会生起来 那这种支持我的心呢 就是这里呢 所讲述到的撒家野界 那有了这个撒家野界之后呢 因为你先支持了这个我 那有了我之后呢 那自然而然呢 我们就会去判别呢 就是和我好的和和我不好的 那和我好的这些呢 那我自然而然呢 就生起了贪心 那像是说 对我好的这些人也好 或者说他们的受用等等 或者说我的受用 我的财富等等呢 有了我之后呢 那自然而然呢 那觉得呢 要来伤害我的 或者说伤害我亲人呢 无论是伤害这些人 或者说呢 去伤害他们的受用 财富等等的这些呢 然后自然而然呢 就把这些归类为敌人 那自然而然呢 因为有了自他的这种差别之后呢 然后对自方呢 生起了贪心 然后对差者呢 生起了撑心 那有了贪撑之后呢 那又支持到呢 就是觉得说自己的功德呢 叫他人来的超胜的缘故呢 所以由此呢 而生起了慢心 那除此之外呢 有了慢心之后呢 又对于说自己所支持的贱解呢 认为说是正确的时候呢 就对于说我所支持的 无论说上次长断恶贱呢 都认为这种是正确的呢 那自然而然呢 就由此而生起了 就是边贱 由此而生起了边贱贱 那同样的呢 生起由我的缘故呢 然后而去支持呢 就像是对于三宝四地夜果呢 然后生起就说 这些呢 到底是有还是没有的 这种怀疑的时候呢 然后由此而生疑 那所以这种呢 就是一切呢 烦恼呢 一切烦恼的这种过失呢 全部呢 都是由撒迦也进而生的呢 那这种呢 就是这种程序的方式 是无法称呢 还有阅称论师呢 所承许的就是烦恼升起的方式 那所以接下来呢 我们就看到就是安乐道论的正文 因为它里面呢 对于说烦恼如何升起的四地呢 讲述的非常的详细 那我们就看到第十六页的最后一段 那讲到呢 就是第二个呢 就是阵型的部分呢 就是同样的呢 我们在观修阵型之前呢 先观想就是我们的顶门呢 有和诸佛无恶的上师呢 安卓在我们的顶门 那观想了上师在顶门之后呢 做如释的思维 就想到说一切的心事了之呢 它本身呢 是无忌的体性 那最初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呢 以我还有我所呢 为所缘 然后升起了就是 执持呢 它是自信存在的这种执着 也就是我执 那因此呢 升起了对于我的这种执着 有了之后呢 然后贪着自方 然后呢 称会他方 然后呢 并升起了 自己呢 叫他人为圣的这种 我慢等邪见 那有了这种邪见之后呢 然后自然而然呢 就会觉得说 有了这种邪见之后呢 自然而然会觉得说 就是展示呢 因为觉得说 自己是最超神的缘故 所以对于说展示呢 像是无我的这种导师 或者说呢 这些导师呢 所展所显示的呢 就是讲述的 就是业果 是第三宝 等这些道理呢 然后呢 要么就是不承许 要么就是 升起怀疑 就是说 他们所讲的这些见解呢 是否是真的 所以由此呢 而增长了各式各样的烦恼 所以从这边呢 我们可以很清楚 看得出来呢 这里 安乐道论呢 所承许的呢 就是法称呢 还有悦称论师呢 所承许的就是 愚痴 还有像是无名 我执 撒家也见 等等呢 这些是同意 这些呢 是一样意思的 就是因为有了这些 所谓的我执之后呢 然后才会产生各种的烦恼 所以我们在讲述说 我们要断除烦恼的时候呢 如果说对于贪心呢 我们去修持静观 或说对于称心呢 去修持持心 等等对峙的时候呢 他只能够暂时压制 这些贪嗔的烦恼之外呢 他并没有办法永久的断除 所以我们想要永久断除 一切烦恼的话呢 就要从烦恼的根本呢 也就是愚痴 或说我们讲的 无名我执 撒家也见了 将此断除之后呢 才有办法断除 其后一切的烦恼 因为前面呢 我们已经讲到说呢 去思维痛苦 然后讲到痛苦之后呢 去寻找苦的因 发现苦的因呢 是极地 那知道极地呢 他本身封为夜和烦恼 那夜和烦恼呢 最主要的是烦恼 那烦恼里面呢 最主要呢 就是来自于 就是撒家也见 就是无名 因为有了无名的缘故呢 所以开始支持了 将这个索取义呢 支持为我 然后由此由我之后呢 而产生贪嗔种种的 这些烦恼 所以呢 我们如果想要 断除无名的时候呢 就只有断除掉这种 撒家也见的这种执着 那唯有将这个 无名的根本断除之后呢 一切烦恼的根本 无名断除了之后呢 那我们才能够断除 其他的这种烦恼 那也唯有烦恼 断除之后呢 透由焰和烦恼 所生的这个 索取运生呢 才能够断除 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我们就先讲到这边 那下一堂课呢 我们就继续解释呢 就是烦恼的因是什么 以及烦恼的过患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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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